本地消息,从4月1号开始,所有在我国注册的柴油车在离境的时候,油箱必须打满至少四分之三的柴油。这项条例目前只限于由汽油和压缩天然气驱动的车辆。 关税局今早宣布配合当局早前宣布计划征收柴油税以进一步控制柴油耗用量,减少空气污染。新条例将涵盖所有在我国注册的柴油车。 条例生效之后,没有打满至少四分之三缸柴油就出境的司机,可能被令缴付高达五百元的销案罚款,或者被控上法庭。 维利斯基也可能被要求在关卡开车倒转回国。